哈囉大家好 我今天準備禮物給大家抽獎 詳細辦法請看影片說明欄 哈囉大家好 歡迎來到Stewbe Bar 全台灣最智障的酒吧 我是Brendon 今天我們邀請了紅酒專家 嗨大家好 我是Ester 因為很多人在喝紅酒的時候 或是去買紅酒的時候 他們會下載一個紅酒的App 然後自己掃掃看 要讀一些裡面的資訊 但是呢 其實通常都不知道 這些資訊準不準確 所以呢 我就想要請問那個Ester 妳平常有在用那種紅酒的App嗎 有啊 我自己也是會用 買酒的時候 有時候想要看一下這個酒 大概是什麼樣子的時候 就會掃一下 紅酒真的喝不完 太多 太多種類 我們現在是測試有中文版的兩個App 一個叫Vivino 一個叫Jocata 那我先掃 那Ester 妳幫我開一下好不好 那我先拍一下 剛剛掃的結果呢 這個是3.3 然後這個是4.1 那Ester 我想請教一下 從酒標上這樣看出來的資訊呢 有符合這個分數嗎 對 感覺好像蠻符合的欸 其實它沒有什麼分級 它就是一個大區域波爾多的酒 波爾多其實蠻多這種餐酒的啦 3.3也不是說不好 但是它可能風格上就會比較平淡一點 這一支4.1 對 這支4.1 喔 它超出我的預期耶 這個等級叫做Q Bouchard 然後這個法文意思 其實是終極酒莊的意思 通常會有一個水準在 但是4.1分其實蠻高的耶 就是以普羅大眾這樣子評分來說 找這個的話其實就是看它 大概是什麼樣子 但是細節你當然還是要自己喝去體會 那我們來喝喝看 對 再試喝一下 好 好 沒問題 欸 葡萄酒排名這什麼 全球放為你22% 就是它評分啊 三點幾啊 四點幾啊這種 它會在全球排名 大概分出它的PR級 喔 OK OK 想說已經那個 學測機測完就不用再看PR級了 那我們來喝一下 其實香氣還不錯 嗯 我覺得有點黑色莓果的味道 很重 而且黑色水果 黑色水果有哪些 黑色水果有 藍莓啊 然後黑莓啊 黑加莉啊 這種 喔 橡木香 紅水果 我來聞一下紅水果 有 紅色水果 像是 蔓越莓 那種比較酸的 然後比較輕盈的那種感覺 所以我覺得它有黑洋 就是混蛋 這才剛曬完喔 哈哈 什麼意思 有人擦住在會曬的黑洋嗎 有些木質調的香氣 對 木質 然後 你會在感覺舌尖的時候 有一點 刮舌感的單寧 就是比較粗一點 我們現在呢 剛剛講了那麼多 我們回頭看 那個上面的味道特徵 他說風格粗曠 還是淡 它有點偏風格粗曠 好像有點道理喔 嗯 它屬於滑海丹寧 比較偏丹寧 對 丹寧蠻明顯的 乾口還甜 對 真的蠻 Dry的 完全Dry 嗯 完全不甜 完全不甜 真的蠻準的 柔和還酸 酸度偏高 對 偏高 好 我們現在來試4.1的這一支 因為我們剛剛測了這個3.3的 我們就覺得說 其實蠻符合的 就是它的評論是有參考價值的 那接下來呢 先喝 然後呢 再來看 我們是不是符合大眾認為的那個味道的分部 我們先喝 先不要看 像有練習這樣子 練習 好 我們來先聞聞看 這個就比較不一樣 這感覺聞起來比較深層一點 嗯 土壤味比較重 對 土壤味比較重 蘑菇 土壤 然後一點胡椒 嗯 不會覺得有點皮革 我也覺得有 有皮革 皮革 然後 甚至有一點青椒味 青椒味 對 那種青青的 澀澀的那種味道 喔 這個要醒酒喔 怎麼樣喝出來 就是它要醒酒 你可以感覺到它的口感 比剛剛那一支深層很多 然後它其實整體而言是比較緊縮的 是沒有延展開來的 對 沒有延展開來 就覺得它表現還沒有到 對 對 依照我的經驗的話 這個如果醒開之後 應該會還不錯喔 我覺得風格呢 我們現在來講 剛剛第一個是 淡跟粗礦 你覺得偏什麼 我覺得中間偏 有丹尼一點 嗯 會認為中間偏多一點 對 然後呢 再來是 滑順跟丹尼 我覺得丹尼也是偏中間 再多一點 多一點點 對 dry dry 嗯 偏dry 嗯 然後最後一個就是酸度 也是偏高吧 對 好我們來看一下 揭曉 也太準了吧 對也很準 也很準 都偏高 然後呢 乾口 嗯 好沒問題 那呢 它的那個 人們在談論什麼 我們看一下 黑色水果 橡木香 泥土感 欸泥土感 我們剛剛有講到 紅水果 喔它有那個欸 菸草 Tabaco 菸草 嗯 但是整體還蠻符合 我們剛剛想的耶 什麼大地風味 皮革啊 然後煙燻味啊 嗯 喔 胡椒 很明顯的胡椒味 對 喔 了解 所以Vivino是真的有它的 可信度的 對 參考價值 好 那接下來我們要換另外一個 咖啡大陸的app 喔你沒有用過嗎 沒有 沒關係我們也是為了這個 實測下載槍 沒關係 我們看一下 但我覺得這個已經可以看出來 因為像剛剛那個Vivino 它可以多瓶掃 就一個一個一個 對比較智慧型 對對 所以你就會在大漫展看到 有一個人就是在拿手這樣 他一定是用酒咖啡 喔不是 沒有 沒有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 所以這只能一瓶 單瓶單瓶掃 好 有點慢耶 對對對 這個有點慢 會被抓到自己偷茶這樣 有沒有 在Surf那個紅酒的時候 喔天啊 不行 好了嗎 他一直叫我請稍後啊 好 沒關係我們先聊天 還可以聊天 開始返回結果 好 經過很久的時間呢 我不知道真的是不是 VPN要翻牆 還是什麼之類的 他有點酒 然後掃出來呢 酒場對了 杜夫太斯 但是白紅他搞錯了 白葡萄酒 然後呢 他年份也搞錯 2012 這什麼就 2016 對他上面有寫啊 但沒關係 我們再給他一次機會 所以我們下面都不用看 因為他品項少錯 好 我們再來 再等於吃另外一支 換另外一支 再給他一次機會 好 我們又可以再來聊一下 聽 先喝一場 欸 出來了 好 OK 大概2014 2018 差有點多 差點多 對 嗯 這對的 可是因為 他可能資料庫還沒有建立起來 對 他的年份啊 什麼的都不太對 還沒有很齊全 對 2014 就像這個已經2018了 好 沒關係 他下面還是有寫味道 年份不對了 那味道就差風格 非常的多 波爾多來說是還OK啦 但是如果是波爾多以外的 地區 像是Burgundy啊 或是其他比較小的產區 那年份差就是會差非常多 基本上就是完全新的一支酒 他這個的好處是 他會幫你分產區跟資產區啊 等級 他會幫你把它寫出來 所以對於比較 然後 菜的人來說是 對 就是可以稍微參考一下上面的中文資料 所以其實假如他資料庫龐大的話 他還是有一個 還是有一個參考假期 因為他寫的會比Vivino還要詳細一點 在基本介紹上 那你平常用什麼比較多 我們來試用你平常的 我自己其實平常就蠻常用Vivino的 但是我自己平常還會在用一個叫做 Wine Searcher Wine Searcher 好 那我們來看看 Wine Searcher 來我們現在應該要找 三顆星 跟Vivino差不多 那這個呢 你可不可以幫我介紹一下 因為我們平常就是 業務上需求的話 我會去上面查 國際均價 每家店的賣價 他的好處是 他會有一些酒 會有專家的評分 但這支可能沒有 那我們等一下下一支試試看 對 這支可能沒有 那Vivino的話 他是比較普羅大眾 很即時的反應 很即時的評分 那Wine Searcher的話 就會有比較專業的評論 所以如果你會想要 買一些酒來存放 或是你想要看這支酒 他的 他現在的條件是怎麼樣 或是 他這個賣價 或是否OK的話 你可以用Wine Searcher去找 嗯 我們現在那個 來看一下 這個有沒有專家的評論 我們來看看 這個有4.5 這個有評論 4.5耶 可以呢 有耶 那那你幫我看一下 那我覺得專家 不常喝撲韻館 剛剛撲韻館沒有資料 他上面就會有一些 比較專業的評酒人員在評分 而且他的分數也都打出來了 92 90 像是這個 2018年份的嘛 然後就會看到 Wine Spectator上面在 2021年的3月有評分 喔 90分耶 有點高 哇哦 所以他把那些就是 他在其他的那種評分 他會收集這些評分 網站上面的專業評分 然後放上來 嗯嗯嗯嗯嗯 這支其實真的不錯耶 所以像這個app的話有寫口感嗎 這個會有一些專業的評論的口感 但是他的缺點就是 譬如說這支我現在看到 他可能就是 北歐某一種語言 有一些奇怪的符號 那我就看不懂了 嗯 所以他是收集就是 不管哪個國家 譬如評論他的 他都把你收集過來 喔對 嗯嗯嗯 但是這個 網站其實真的蠻好用的啦 如果你要買一些比較 等級高一點 貴一點 久的話 用這個我會比較推薦 他比較有未來的可預期性 那我們今天呢 非常感謝Aster 那我們必須要跟觀眾做一個總結 我覺得普羅大眾呢 使用Fifino就非常的足夠了 對 然後呢 用YSearcher的話 除非你要 比如說收藏 嗯 因為還有世界的價格的趨勢 然後有一些專家的評論的話 你可以使用YSearcher 我們就推薦給大家 這兩個APP 就是我們今天Sleepy Bar的節目 那我們Sleepy Bar 下回見 掰掰 請問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